有同修想请师父开示一下这句话 人间正道是沧桑 人间正道是沧桑呢 是过去有一个大诗人写的 对不对 后来呢 也有很多人形容 我现在很继续讲 谁谁谁名字 反正呢 就是告诉你们一句话 一个人要 要成功总是要付出的 我们把这句话用在西游记里边 你也可以看出来 对不对啊 唐僧是西天取经是正道吧 对不对 观世音菩萨还在帮助他呢 沧桑吧 好了 我问你一个人要学佛 难吧 家里要反对吧 你要吃素 朋友要反对吧 这不叫沧桑啊 你要念经 有时候说你念什么经啊 别让人胡说 嘴巴乱讲 这不叫沧桑啊 人家下了班休息了 你下了班还要念经 辛苦了 对不对啊 明白了吗 什么叫正道 凡是正的事情都是沧桑 我讲一句话给你听听就知道 你要做这个劳动模范容易不了 人家讽刺你 打击你 本来你 本来你不做劳动模范 没人讲你 你一做劳动模范 人家拼命的讲你 挖你过去 讲你怎么不好 好 沧桑不了 沧桑 好了 对 好了 好 谢谢师傅开示